趁龍力新年接財神仔幫自己求財 要準備兩張紅底白面的四方摺紙 首先將它們打十字對摺 然後其中一條邊斜角對摺 將一張紙這樣放 下半部分的長方形對摺 右邊打直的長方形都對摺 你就會見到右下角那一格是最多摺痕的 下一步就要將我們剛才摺的兩邊長方形同時摺起來 右下角就會突出三角形 三隻手指進去打開這個三角形按扁 打開這個小正方形 將這隻角向後摺一下 將下面白色的角屈的三角形上去 然後再蓋上這塊紅色的,遮住它 下一步就要將這兩條白色的長方形再摺紮 即是對摺一半反紅色那邊出來 整個反轉它 白色凸出來的端端放在上面 然後將這三角形對準中線向上摺 下面就會凸出兩隻小角 然後打開它 將這三角形這樣屈兩下 然後就跟回你剛才摺的那條中線 將整個圖案屈上去 變成這樣 反轉紅色那邊 將左右旗左邊這樣屈上去 注意頂頂的位置是一個直角 要對上面那條線摺 然後再將嘟嘟的位置反出來摺一下 這一步摺多少出來是沒得對的 不過最緊要就是下面這個位置形成了一個直角 左邊和右邊是一樣的 將整塊東西反進去 對上面那隻直角 然後再用嘟嘟反出來摺 又對下面那個直角 這樣反轉圖案正面就是頭了 到摺摺身的時候,一開始的基礎就是打米字這樣摺 白色面向自己,其中一隻角對中心點反上去摺一個三角形出來 然後反回紅色那邊,左右兩邊都是同樣摺一個細三角形出來 打開回來剛才摺的兩隻三角形 然後將它這樣屈兩下收起來 摺了兩隻梯形的邊出來 整張紙上下倒轉,帶三角形向下 將整隻三角形反上來摺 對齊左右兩邊梯形那條邊 再將這個三角嘟嘟屈下來摺一下 再反回背面白色多點的部分 紅色三角形向上 將你剛才摺的三角形反上來 倒轉成一塊東西,然後處理這個被人蓋住的大三角形 將這個大三角形分半向下屈起來 目的是拿這條痕 打開這隻角,再把它摺兩下屈起來 收起這個梯形 你看到現在中間的坑是不對的 所以我就將上面那一層慢慢移下來 對齊這條線 左右兩邊都大概向內屈起來 形成了整個手袖位 反轉後面將底部的兩隻角摺一摺 拿回剛才的頭出來 你會發現這件小衣服上面有一個開口讓你摺這個頭 可可,有沒有覺得它的頭不同了? 因為它的頂帽變了黑色 整隻紅色或者只是頂帽黑色都很有趣 而頂帽的位置怕它彈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加上雙面膠指 它和新的摺膊位前後都可以加上雙面膠指 將摺頭的洞輕輕打開 就可以很容易地塞頸上去 這個摺紙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正面有一個小袋子 可以讓你塞個硬幣進去 然後兩隻手就蓋上它 好像抱著硬幣一樣 最後最後最後 你可以幫這隻財神公仔 加上一隻微笑的眼睛上去 這樣就可以開開心心 裁員滾滾來 只要你Google一搜尋財神摺紙 就有很多教學提供給你 希望你覺得 我在這麼多個教學裡 是最清晰的那個